其實海王海后釣魚 肯定也是看對象的啦 牠們不是每一個都釣吧 要請阿里斯老師來幫我們測一下 到底可能是哪一些特質 我們會引來這一些海王海后呢 如果在你眼前 還是遇到了海王海后呢 你的傻魚特質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請來賓 還有觀眾朋友呢 用你的直覺挑選的 一 二 三 四 來 請作答 請舉牌 好 答案 三 二 四 團隊 多一選三 好 先看一好了 先看一喔 先看一 來 如果觀眾朋友 你跳到第一張的話呢 你的傻魚指數有六十分 所以什麼樣的一個特質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天使 像在懸崖還是要跳 這個叫做浪漫體質 無可救藥 你真的是我最珍惜的 我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 表現脆弱過 對 這一種話都會讓你覺得 哇塞 你如此特別 譬如說你頭髮亂了 它就是會浪漫的 對 然後吃飯 喝咖啡 然後拿一個這樣 然後幫你擦擦嘴 對 你牙齒有東西 你牙齒有東西 好了 這個真的很討厭 所以也要注意到 要小心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張 現場也是沒有 來看到這一個 是一個天使 北七 好開心 一個是北七 我們做北七呢 來 看看 叫做過 我很好騙 不好意思喔 豆單純 我很好騙 這個就是說其實 海王海豬最喜歡下這什麼 泡沫般的謊言 然後他會表現一副 我好幸福喔 你真的對我非常的照顧 沒有人對我這個樣子 然後對你很不好意思 然後又對你非常的寵愛照顧 這樣子 然後常常會怎麼樣 其實會很 常常搞失蹤 他搞的時候 我在開會 然後我現在還在工作 我在加班 像我就遇過這一種 就是十點以後不接電話的 因為他說他乾不好 對 他在睡覺 然後洗完澡不能出門 因為他對空氣過敏 然後還有跟你說 你等我兩年 我一定回來娶你 結果他跑去跟前女友附和了 對 真的很瞎 那是你會相信 所以他十點過後 就是跟前女友在一起就對了 我真的遇過 他十點以後不接電話 然後我就想說 哇 他乾真的很不好 他覺得十點過 不接電話真的太怪了 這太扯了 然後久了以後發現 根本就有一個女朋友 交往四 五年了 我就覺得自己真傻 真的北七喔 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章 第三章今天這張 好多人喔 直數四十 好險 好 我們長大了 對 我們長大了 你們長大了也好 你們長大了 這個叫什麼 沒安全感 缺乏陪伴 所以長大了 什麼時候會被海王 海后調走呢 就是沒有 就是缺乏陪伴的時候 因為太久 空窗太久 對 覺得寂寞 空虛 覺得人 然後呢 就是說這個時候呢 誰 你們會受什麼吸引呢 靈魂伴侶 你覺得全世界 就他最懂你了 讓你感覺到說就是 跟他相處好舒服 相處不累 久處不厭 你就被騙了 OK 對 其實他根本就是用 官方LINE在管理這一切 他沒有在 你就是剛剛小燈說的 有官方LINE 對 因為一對多比較快嘛 對不對 好啦 所以要小心一點 好 來 最後一張 來... 四十 三個人 今天... 一百二十 對啊 太可怕了 這張牌其實是LOVE 就是真的就是真愛好的感覺 然後你看是閃閃發著天使光 所以大家都吊在地上 這一張叫做什麼呢 叫做命帶桃花 天生吸引這些海王海后 聽到前面這句就算了嘛 對不對 就承認自己是灑魚就好了 而且反正我們跟專家是同樣的 對 然後這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就算坐在角落也會被調走喔 你就是會吸引海王海后的目光 對人家真的狼狼扣 配合度很高 所以通常這樣子的人 哇 那種海王的話 如果真的有心要靠近妳的時候 妳是真的蠻容易傷掉的喔 好 好啦 一張提供也難怪她 好的 我對於心理不斷使我們而已 妳也遇過很多海王海后 我覺得我是比較屬於海后型的 我真的可以播嗎 你屬於海后型 還是已經看盡人生了 都知道他們要幹嘛 就是人家來找我 我都不會要 我都一定要自己挑選 我覺得海后型的人 會有一種特質 就是一種是 他是真的很需要很多的愛 一種是他就覺得 他永遠都找不到真愛 所以他會一直換 會一直覺得說 好像你找不到這個 完全適合你的人 但是回歸心理學 那其實是 所以你才會一直換 因為永遠都找不到 最適合你的 應該不會有百分之百 完全契合的啦 對... 就要去磨合 所以我成為心理師 就是因為我就進入不了婚姻 所以我男朋友就跟我說 你要是再不跟我結婚 我們就分手 所以我就被逼著去做了 兩年的心理諮商 然後才轉行 是因為這樣才一百二嗎 就轉行 結婚逼著你就做之類 對 我就是因為 被他逼去做心理諮商之後 我才療癒自己 然後我就才變一個正常人 才進入婚姻 然後成為心理師 原來是這樣子 對 來... 保持人還剩兩名 麻煩寶拉幫我們公布一下 沒問題 來 我們看到第五名 其實第五名就是 常常消失說工作忙 但是問工作內容卻又打迷糊賬 有4959的網路聲量 那第三名呢 是完全不給追蹤任何的社群 就像剛剛說的都沒有在用 好像老人家一樣 那麼就有網友說 跟曖昧的男網友說 可不可以給我你的IG 他就給他一個 看起來追蹤人數也還OK 結果過沒多久竟然發現 他的朋友竟然也跟這個男網友在曖昧 可是他拿到的IG帳號是另一個帳號 所以這個男網友他創了好多個IG帳號 陸陸續續找到有三個 是用來騙暈船載的IG帳號 這麼三個 好強喔 這些海王海后真的是神秘感滿點 一定要有一堆的秘密嗎 我覺得海王海后真的是要有 非常聰明的腦袋 跟一個管理系統 對 那很累 他們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接觸管理系統 這是詐替系統 時間管理 在玉琳是連對方那種詭異的細節 詭異你都完全無感 我跟你講海王他們的操作 就是會讓你覺得都很合理 沒錯 我跟你講我之前 這也是小時候 因為我現在長大 就是我小時候那次有一次 就是有一段異國戀這樣子 然後我剛好就是放假時間 我就去國外 哪一國 不是 他也是華人 他在國外讀書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了去他念書的地方看他這樣子 然後我在國外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年紀還小 所以我們就是住在他媽媽家的時候 我們是分房睡 然後我睡他房間 他睡客房這樣子 然後每天早上他都會起來 他都會來叫我起床這樣子 然後他早上叫我起床的時候 他的手都非常冰冷 可是因為其實那個時候是 那個國家是冬天 而且那個室內都是有供暖的 所以照理說你會非常暖活 你的手就會是熱的這樣 我就覺得為什麼每天早上來 就是連續三四天 你每天早上來都好冰喔 那個手 我就問他說 搞不好他是那種吸血鬼 吸血鬼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手這麼冰啊 你剛剛去哪了嗎 他說沒有 我剛剛在幫我媽做事 因為他們家的有個花園 然後我想說他那麼早 這麼那麼孝順 去幫媽媽除草啊 弄花什麼的 我就哇真的我找對人這樣子 在我要回國之前的 我就意外的就是 應該說那一段時間我都沒有上網 然後我剛要回國之前 我想說他回國了 我就打開電腦 我就借他的電腦打開一下 然後就到我的那個部落格去 然後我就發現有一個女生 他私訊我 然後就跟我說 我是誰誰誰 然後我是誰誰誰的女朋友 前女友這樣子 然後他講的這個人呢 就是我現在在這個人家的那個男生 然後我說天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男生有多愛你 他說呢 在你在這裡的這段時間呢 每天晚上 他趁你睡覺的時候 都會開兩三個小時的車程來找我 然後趁你起床之前就這樣開回去 哇塞 好累 真的是時間管理大師 所以為什麼 我只能說你睡得很沉 沒有沒有沒有 你都沒發生 你都怎麼用一下 但是你也睡得太沉了 你睡得太沉了吧 你們吃什麼牌子啊 你也要 太沉了 不是 因為你知道 我那時候就 小時候就很白癡嘛 就是在他房間 有時候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去他房間 找他一下或什麼 我都沒有 我就乖乖的 只要待在那個房間 我就真的待到早上 他是真的去睡覺了 這房間的 然後所以 為什麼他每天早上回來的時候 我的手都冰冷 因為他就真的是趕在我醒之前 他是一開車回來 然後就進來叫我起床這樣子 所以他的手都是冰冷的 還騙我說 他去看媽媽幫他弄花這樣子 然後 為什麼 老師你不要笑 因為老闆說很沒通過 你從眼睛很像 你還沒發現很像 我覺得就是 笑到很哭 老師 笑到有點累 老師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要難過 你是想到你過往 你也曾經去國外 然後被別人來打 後來我們沒有 因為這件事情分開 因為我那時候太喜歡他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這件事情 我說我知道你有前女友了 他也跟我說他會處理乾淨 就後來那個傳訊息格文的女生 真的就過了大概一兩個月之後 他就有來跟我說 他要退出了 然後還祝我們幸福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太好了 那可能真的只是意思的小插曲 我跟他這個男生在一起兩年 其實我跟他後來就是這個男生 這兩年內 他後來回來台灣 但回來台灣那開始 他更瘋狂了 不只是前女友 就是有一二三四 大概有四五個女生 都是年花而草 所以都是來打電話給我的 所以我後來就 而且他又回來又ABC ABT對不對 對 很受歡迎 後來我就真的就是徹底就死心 就是因為經歷了太多次 我就拜拜了這樣子 女威 因為我之前有交往一個五年的男朋友 是因為我們兩個都火象 太容易吵架就分開 然後其中分開 我們分開半年之後 有一次大概跨年的時候 他就主動跟我聯繫 那我想說他主動跟我聯繫 那我們應該是有譜了吧 然後就想說他最近也走得蠻近的 應該要復合了 但是他三月要去當兵 他就說我不想耽誤你時間 什麼什麼 可是女生就覺得說 不會 我OK 我願意等你 然後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相處的過程中 有一天我就看到說 哇 天啊 我跟他分開的時候 他就我以前送他皮包他還有在用 我忘記到他真的是很愛我 一打開 怎麼有一張合照是一個女的抱著他 我想說什麼意思 才發現說原來他已經有交一個女朋友了 那因為他被我抓包 他就只好跟我坦誠說 對 我真的有交一個女朋友 他說但是呢 因為他跟這女生 這女生是空姐 然後他們兩個其實相處都蠻好的 都沒有任何的吵架 但是他就覺得他還是比較愛我 所以他那種講錯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天啊 揍了我 就是他那個天命之女 他那個之後的一宣之後 還是發現我最好 想要回來找我 我就覺得OK 但因為又跟上一個香港人很像 他就覺得說 但是因為我不想要背負 傅希罕的這個名字 那反正我馬上就要去當兵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就讓女生自然而然跟他分開 然後確實在當兵之前 女生後來可能也有發現 我們是有理論還怎麼樣 反正有一天我真的有聽到 女生打電話來跟他說分數 我就覺得那也蠻OK的 就真的他們斷得乾乾淨淨的 然後像他去當兵 不是有什麼前面有受訓 新兵訓練 他也會打亂給我 但是在講話講很快就掛掉那種 但是在當兵過程中 就會突然覺得說 為什麼找不到這個人 但他給我的理由 我都覺得蠻合理的 他就說因為我去巡邏 我本來就不能用手機 學長帶我去巡邏 我去站岡什麼不能用 我就覺得一切都很合理 但一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接到一個莫名的電話 應該是不小心按到 我就接到電話那一頭 是我男朋友跟一女生在講話 他馬上在運動 我想說什麼意思 他今天不是要上班嗎 怎麼會有這通電話 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還打去他那個單位 然後單位就說 他今天沒班 那我想說 可是因為男生離那個單位是很近 所以他有時候回家睡午覺 他說那應該是回家睡午覺 睡午覺 我就打去他家裡 然後媽媽就說他今天放假 我才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好像不太對勁之後 我就去蜜他那個 當初那個空姐 就一蜜之後 女生就也很大方 我就說既然你都來蜜 那我們就把話講開吧 我才知道說原來 他當兵這段期間 他跟那個空姐 還是有在一起的 所以你知道他每次 很倉促的檔案給我 然後要掛掉 他就跟我說什麼時間不夠 其實他不是 他就要打給另外一個空姐 然後他就跟我說什麼 我站岡 我找不到什麼 其實他都是去 曹雲陪那個空姐 他好忙 可是中間講這些理由 你會覺得很合理 因為他真的是在站岡什麼的 他真的不能接電話 你都覺得一切合情合理 他當兵好閒 對啊 對啊 他當兵很危險 要不是那通奇怪的電話 我真的都不會抓到 對 我要問一下 諮商 心理諮商之類 就是說像這樣 你其實明明有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動作好像怪喔 或是你知道 他就是哪裡不對勁 可是你就還是會選擇 相信對方是為什麼 那原因是 就是心理學校認知失調 就是你在心中 有兩個矛盾的想法的時候 你會覺得全身都不舒服 所以你就會說服自己說 這個東西是不對的 比如說 我覺得這男的很爛 但是我還是很想跟他在一起 這個時候 你就是說服自己說 他那麼爛 我還跟他在一起表示他一定是我的真愛 我一定超愛他 或者是 你就會幫自己合理化他這些種種行為 他就是人太好 所以沒辦法跟前女友切乾淨啊 或者是他就是真的工作很忙 所以才沒有辦法去來接電話 來照顧我 所以會幫自己想一些理由 那另外一個就是沉默成本 就如果你只跟他在一起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那當然分手很容易 可是我已經付出了好幾年的五年的青春 我現在放掉 那我這五年算什麼 那這個沉默成本就會讓我們捨不得放棄 來說怎麼樣破解 這個心理學有發現 我們對自己的覺察能力是比較弱的 但我們對別人的事情 我們都看得火眼睛睛 對 所以當你有一個想要分手的對象 但是你就是分不了的時候 請你把它想像成 他是你閨蜜的男朋友 用這個角度去看 你會怎麼勸你閨蜜 你會有新的觀點 對 了解 大家都是前面享受戀愛的同時 還是要多觀察一下 因為發現不對的時候就要果斷遠離 你要不要傻傻成為人家的持重瑜這樣 受傷也是自己 對啊 懂得保護自己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